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中雄性略大于雌性 头和脖子很长 背部有不同深浅的棕灰色羽毛 腹部和臀部通常呈乳白色或白色 头颈黑色 具有黑色的鸟筹和双脚 加拿大黑雁为典型的冷水性海洋鸟 耐严寒 喜欢栖息于海湾 海港和河口湖边地区 主要以青草或水生植物的嫩芽 叶 茎等为食 也吃植物的根和种子 冬季有时还吃麦田等农作物的幼苗 加拿大黑雁的繁殖期是每年的三月至八月 每窝产卵四至七枚 由此雁单独承担服卵 雄雁则在血巢旁边担任警戒人物 孵化期为二十五至三十天 除雁浮出后就已经有羽毛 属于早成雁 当雏雁浮出来后 雄雁也加入到抚育和保卫雏雁的行列中 与雌雁一起共同带领雏雁 到植物茂密的地方觅食 幼雁需要二至三年才能达到性成熟 加拿大黑雁分布范围广 在加拿大、阿拉斯加、美国大部分地区 和美国北部部分地区的胎原带上繁殖 并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北美南部越东 目前种群数量估计为六百万至七百万 根据科学家论证 总体物种数量趋势正在增加 2009年1月15日的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迫降事件 就是因为班机遭受一群加拿大黑雁撞击 而迫降在哈德逊河上 机上151人全部生还 被称为哈德逊奇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